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这一讲来聊一聊 咱们芒果DB数据聚合中的流水线技术 这个技术其实也挺流行的 现在基本这些主流的大数据处理的框架 比如说Hidoop都支持都提供类似的解决方案 我们芒果DB的流水线是从芒果DB2.2开始 对它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它什么样呢 其实流水线流水线嘛 咱们看它的官网 官网提供了一个图 它首先呢 它是用了这个命令 叫aggregate 这个aggregate提供一个数组 你不是流水线吗 那就应该是一条线 它会有不同的工位 每个工位处理自己应该处理的事 所以每个工位就是这个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这个流水线两个工位 一个是match 一个是group 然后呢 这要注意的我们一般这个数据聚合操作啊 一开始都是以你整个这个collection的数据作为一个初始的输入 然后做match match的结果是这个 这就是match的结果 然后match的结果作为第二个工位 group的输入 然后group根据这个结果啊 来再处理一下产生的group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final结果 因为我们就两个工位啊 两个工人在这上面干活 所以说呢 初始出入是一个collection啊 你这个是orders 如果说我们那个课 待会我会用什么students来作为一个初始出入 然后做几步啊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统计结果 这个比较强大啊 而且也不用像我们上节课学的那个group来 你要打一些js啊 看着比较头疼 它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文字客户端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还是做我们昨天那个例子 我们那个group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这个robo有个好处 你在这打命令啊 它自动帮你自动完成 你再选一下就行了 它怎么样 它不是提供一个书组吗 对不对 那行吧 书组先拿好 好 第一个 是match match其实是个查询 你在这后边您可以写 就是我们第一个工人做match的操作 这其实也是我们 绝大多数数据合人 我们都要先做一个match 为什么呢 我们把不合规范的数据清除掉 以减少我们后续的这个工作量 不行吗 因为数据处理都这样啊 先把这个先做一次原料的质检 不合要求的数据干掉 那我们这里就是做一个什么质检呢 你这个年龄要存在 这就是我们昨天学的那个 那个condition的那个命令 一样的啊 这是我们第一步啊 第一个工位做的事 第二个我们就要做group了 前面我们是用一个reduce一个js function 对吧 比较麻烦 那我们看group我们如何达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用我们年龄来做这个id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用$加一个h 代表说我从上一步的输出结果中 拿到这个年龄 然后我们要统计一下这个年龄有多少人呢 对不对 那怎么统计 用一个sum 1 就是每一个元素算一个 统计有多少个e 就计数了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totalGPA 我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法 只是我给大家演示各种命令 都把它放到一起 待会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稍微好的 现在totalGPA totalGPA怎么写呢 那我还是得sum对不对 那我就要统计 什么每个人的GPA 对吧 其实我建议大家 真写这些group的时候 你每做一个 就是一个命令 一个stage 我们就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来看 这个就实现了我们上天课 那个一些基本的过程 的count 给你统计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ID是他的年龄 这个就是针对 20岁的一个人 他的totalGPA 是3.3 是不是 那我的平均GPA怎么办 我再加一个工位 再加工人 我们这个工人呢 就是 用project 其实前面都学过 投影嘛 对不对 他只是换种写法 我们这个ID还是要的 count也还是要的 然后我们averageGPA 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定义操作 我们可以用divine除一下 对吧 怎么除呢 他后面建一个数组 就用我们的totalGPA totalGPA的值除以我们的count 那就可以了 我们跑一下试试看 再给大家看 这个averageGPA就被算出来 对不对 这个统计的结果 现在我们这个流水线 有三个工位 做了三步 那往现在可以说 我们再做一步 我们可以排序一下 这个其实大家前面学过 排序也很容易了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 怎么这个GPA 做一个降序的排列 再给大家看到了 19岁年量的童子 3.97的GPA 11两线 但他只有一个人 22岁3.68 然后是21岁两个人 减3.6 20岁最差3.3 这就是我们这个 用流水线的 做了四步 第一步 把符合要求数据拿到 年龄要存在 第二步 根据年龄 做一个分组 然后我统计 每个年龄成的 有多少人 他的总的GPA是多少 第三步 我做了一个投影 我把前面算出来的总的GPA除以 总元素 我得到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平均GPA 最后 我把这些数据 做一个排序 这就是我们流水天的一个思路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把数据处理到你的需求 这个就挺好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这个优化一下 其实我没有 我没有必要了 对吧 因为它直接提供一个 平均数的这么一个 一个操作 我记得是AVA 咱们取一下平均值 这个操作是AVG 就把GPA 你上一步结果中的 这个GPA 做一个平均 那我们就不用这个project 省一步 省一步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就实现了 我们分组统计 每个层年龄层 那个GPA 同时的GPA 从高到低 做一个排序 这个名字刚才写错了 这个应该叫AVAGPA 这样就对了 按这个GPA 做了一个排序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 芒果DB流水线使用 非常的简单 你把一个个工位制定好 你这都不用写任何 JS的语句 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们这一讲 就先到这里 下一讲 我就来解决一下 我们上一讲 流入那个作业 来统计一下 不同年龄 断学生的选课情况 谢谢大家